以前我在公司部署那个微烂是吧 经常出问题 什么问题 有时候就是两个微烂之间就不通了 或者说有时候访问就比较慢了 就是反正种种问题 还有就是我想让那个财务是吧 跟销售占个这两个微烂是吧 不能相互通信 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那么这个是可以的 就是说我们如果想实现就是财务和销售 对吧 这两个部门可能在公司可能是比较敏感的 对 是吧 那么想让他们就是说相对是独立起来 那么我们有一些办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防御控制列表也行 那么当然上我们也通过微烂这个角度 我们也有一些专有的微烂技术 比如说我们的PV烂技术 也可以满足相应的一些需求 当然了PV烂技术可能除了这两种产业以外 我们还有一些更高级的一些应用 对 也是有的 另外一个那我们微烂这一块 可能小明对微烂这块可能理解起来还是稍微的不是特别清楚 是不是 我们就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那我们在企业网里面到底如何来实施这个微烂 是不是 如何来实施这个微烂 我们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一些建议 对吧 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增加快速的增加带宽的这样一种办法 我们叫做以太往通道这样一个技术 好 好了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 Applying Best Practice for VLAN Technologies 就是怎么样 应用我们一个微烂技术的一个最佳实践 对吧 什么叫做这个Best Practice 小明知道吗 最佳实践 不太知道 不太知道是吧 就是最佳实践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这一章给大家介绍的内容 可能它不是唯一的 就是它只是 比如说我们部署微烂 只是众多 就是众多做法和想法其中之一 但是这个叫做 为什么叫做Best Practice 是最佳的练习和最佳的实践 就是这个已经被证实 在实际共同中 第一个它用的是最多的 第二个 问题怎么样 是最少的 但是当然了 它有没有上升这种理论 说必须这么做 不这么做就不通 或者怎么样 还没上升到这个层次 你明白了没有 但是这些 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呀 我们的一些工程经验 那么经验这个东西 小明一说经验 大家就知道了吧 是吧 就是经验这个东西 说我有一层经验 我介绍给你 你是不是就会了 当然了 因为其他老师有其他经验 是不是也介绍给你了 那么都是一些好的经验 对吧 那么但是这个经验 是被思科总结出来 叫做什么呀 是最佳经验的 Best Practice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 我们好好学习一下 那么正好呢 也梳理一下 我们微烂部署的 是不是一些思路 是的 对不对 好了 那么首先 我们部署微烂呢 那么有两种模式 那么第一种模式呢 叫做端道端微烂 第二种模式叫做 Local微烂 叫做本地微烂 注意翻译成 本地微烂 这个可能跟 就是不同的书上 可能会 就是不同的翻译 有一些类似的名词 就是说大家不要弄混 Local微烂 就翻译成本地微烂 本地微烂 明白了没有 那么这个是标准的翻译 本地微烂 这个翻译成端道端微烂 明白了吧 明白了 那么什么叫端道端呢 就是微烂怎么样 可以从网络的任意一端 打通到网络的任意一端 比如说你看我们公司 有三栋楼 是吧 我这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微烂1 对 是吧 这有一个微烂1的成员 我这很老远的地方 还有一栋楼 这栋楼里面 是不是也有微烂1的成员 那么微烂1 这个微烂1和这个微烂1 它又在同一个广播域里 在同一个微烂里 对 明白 明白 那我要在这发一个广播 你看 说这栋楼的人就说了 是 这栋楼的人呢 也说了 是不是也能说 因为这是不是也有微烂1 对 对吧 那么微烂1如果发生一个广播风暴的话 说这些交换机 是不是都跟着倒霉了 嗯 是的 是不是都倒霉了 对 发现了吧 那么这叫做端道端道微烂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那么当然 就是用户属于哪一个微烂 跟谁没关呢 跟物理的 是不是地域没关 对吧 location 是不是地域定位 跟物理地域没关 就是说 我不管在企业的任何一个地方 我都可以处于微烂1 嗯 明白了 没有 明白 那么if 这么它的好处呢 就是如果用户怎么样啊 是不是在企业中移动 在游戏中移动的时候 嗯 那么它的微烂的关系怎么样 是不是保留 对 对吧 比如说我在这栋楼的时候 我有一个工作人员 对不对 对 突然我搬到这栋楼办公了 嗯 那你说 对于对用户来说 我是不是只要把店长 从对他这个楼 搬到这个楼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的 这个电脑需要什么修改什么配置吗 嗯 不需要 不需要改动什么ip地址之类的吗 对 不需要 都不需要 嗯 对吧 哎 这是它的好处 没有了 就是ip地址不需要动 嗯 如果我们企业都是静态ip地址的话 我们网络管理员 是不是只需要把 相应的墙上那个接口的VLAN号一改就行了 是的 对吧 相应插座上的VLAN号一改就OK了 嗯 改动不需要 去改它的pc呀 或者是这样那样 嗯 对吧 这是端到端到VLAN 哎呀 就是说 VLAN在整个圆区网架构里边怎么样 是不是彻底打通 是的 对不对 但是那么它也有一些什么样 说缺点 刚才我给大家提及 这我一个电脑坏了 一直发光光 一直发这个广播风暴 嗯 是不是 其他所有交往其实都跟着倒霉了 是 对吧 这就是端到端到VLAN怎么样 有优点也有啊 缺点 哦 明白了吧 明白了 好了 那第二种模式我们叫做什么呀 本地VLAN 本地VLAN 什么叫做本地呢 你看 首先来说也 我们的网企业规模是不是差不多 都是三栋楼 是啊 是吧 都是这么多交换机 嗯 是吧 你看VLAN一在哪 是不是在第一栋楼里边 对 哎 你看第二和第三栋楼里边能找到VLAN一吗 找不到 是不是没有了 嗯 人家是VLAN十一 VLAN二十一了 对 而且颜色你看是不是都不一样 是 那也就是说VLAN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嗯 这么说能理解吧 那 哎 就说VLAN怎么样 说只在 VLAN一只在这栋楼里边有 是 VLAN十一只在这栋楼里边有 对 明白 明白 那么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呀 说这VLAN一里边有一个电脑坏了 发拱木风暴 啊 只能引起到是不是自己本楼啊 是 对吧 引起到自己这个汇聚层交换机 嗯 对这一部分有影响吗 没有 没有影响吧 你光管把交换机缓 må死了 是不是对这些交换 这些网络的接线也没有影响 嗯 对 对吧 那么这就是一个什么呀 是局部的故障 是的 你要是这个同样的故障出现在这 端到端为难里边就变成一个什么呀 是全局的一个故障 嗯 对 对吧 那么同样一个故障 在不同的微蓝部署模式 那么它表现怎么样 是不是不一样了 是的 没有了没有 这就是local微蓝 本地微蓝 那么它第一个 微蓝的规模是不是要变小 对 对吧 那么第二个 微蓝的范围怎么样 是不是也比较小 是的 当然了你说老师 那人家访问的很好呢 这个微蓝1 是不是轻松访问这个微蓝1 对 也轻松访问这个微蓝1 是 那你这个微蓝1 访问微蓝101 访问微蓝21 当然可能也能通 是不是 对 但我需要什么呀 就是需要微蓝间的访问了 嗯 需要一些路由功能 对 对吧 你说微蓝1 不能访问微蓝 微蓝12 嗯 那你需要怎么办 是不是设置一些访问空手列表 对吧 而这个微蓝1 不能访问微蓝2 是不是做起来就非常简单 是的 明白了没有 这个local微蓝 那么有它的好处 也有它的什么呀 就是局限性 对 明白了没有 当然你说 现在目前来说 恐怕还没有 就是既有这个优点 也有这个优点 那么这个比较少 好 这个办法是比较少 嗯 好了 那么但是 也可以 也可以 嗯 那么常规的模式 就这两种 local微蓝和断断断微蓝 那我们应该 就是施工的时候 用哪种模式 啊 我们推荐使用的是这种模式 啊 local微蓝 啊 local微蓝 啊 你看这里有说了 那么它怎么样 recommended 的 recommended 的 solution in Cisco Enterprise 就是在斯科的企业 原区榜架架构里边 这是一个推荐的解决方式 明白了吧 那么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啊 在你网络规模特小的时候 哦 这样 是一个推荐 比如说我就不是三栋楼 嗯 我可能就一层楼 对 明白 我可能我就三五个交换机 嗯 我还有必要搞成这么复杂吗 嗯 就没必要了 对 我会计层 我没有会计层的设备 我只有一个核心的设备 搞定了 嗯 是不是就不需要了 对 明白了吧 哎 那么用户怎么样呢 是不是group的 是不是分在微蓝组里边 跟物理的位置是有关系的 对 就是基于物理位置 分到相应的组里边 嗯 对吧 那么当然它的缺点就是 用户如果走了的话 木的位置 那位置的compass 是不是在圆区中移动的话 是 那么它的微蓝的关系怎么样 就是要化成变更了 对不对 微蓝这个用户 搬到这儿来变工 它就在办公 它就在微蓝20亿 是 IP地址当然也会怎么样 对 要不变的话 是不是IP地址充足访问不了 对 对不对 这是本地微蓝 那我们在圆区网架构里边 推荐使用本地微蓝 明白了没有 嗯 我们把微蓝都终结在哪 是终结在汇聚层设备上 是的 一个楼有一个汇聚层 嗯 对吧 这里为啥没核心层呢 因为楼还不足够多 哦 就是三个我们就一接就行了 对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 既是核心层也是汇聚层 这样一个设备 嗯 是吧 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样一个环境 嗯 好了 那么具体的 那么啊 我们说了教材呢 也给大家列了一些 就是 嗯 他们的一些对比 是不是 VS一下 VS一下 是不是 PK一下 嗯 是不是 那么他要打PK呢 第一个 先说优点 啊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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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外国人的 这个思维习惯都先说优点 嗯 是不是第一个 怎么样 geographically 啊 就是说我们在物理地域上虽然说怎么样 是不是被分开了呀 对 但这些用户感觉像在一个网段上一样 哦 是吧 对 你看 我 我不管是在哪动物流 我都在未来一 是 IPD也是这个 网关也是这个 是不是都一样的 嗯 对吧 那么第二个 Same Policy 啊 包括什么呀 是不是有相同的策略 对不对 包括安全呀 QOS 嗯 相同策略那么可以怎么样 是基于用户的组来来来来进行设计 嗯 对吧 比如说 这一这一组能不能访问这一组 哪一组能访问谁能访问谁 哦 是不是可以非常零非常快捷的进行设计 是 对吧 你像我们在 呃 完成同样的需求的话 我们用这个模型 是不是就 命令就会非常多一些 对 对 对 访问控制列表 嗯 是不是 非常多一些 那么它的啊 相对啊 相对的缺点就是什么呀 所有的交换机弱点 是不是 所有交换机连怎么样啊 都需要知道所有的微蓝 嗯 你少知道一个就不行 明白 没有 比如说 在这个楼 这栋楼里边 假设没有微蓝三的话 嗯 对吧 对 你说这个交换机需不需要知道微蓝三 咱说这个就不说他们仨 嗯 这个楼里没有微蓝三 他们仨是不是可以不知道微蓝三 是的 请问中间这个交换机 他不知道微蓝三行不行 嗯 他只要那个truck知道 就是允许微蓝三过去就行了吧 那就咱们说的再再白一点啊 就是说我们在配置的时候 这块是不是要 这他要创建微蓝一 微蓝二 微蓝三 对不对 对 他需不需要创建这三个微蓝 需要 他需不需要创建这三个微蓝 嗯 他可能不需要创建微蓝三吧 创建微蓝一 微蓝二就行了 他俩是不是就上来了 对 那么这 这三个呢 需要 这个呢 需要 对吧 那么他不需要创建微蓝三是吗 嗯 那么客厦你可以去试一试啊 那么如果中间这个交换机没有微蓝三 两端的交换机有微蓝三 对不对 那你可以客厦去试一下能不能通 哦 难通不了吗 我告诉你答案 它是通不了的 啊 当然这个实验比较简单 咱就不可能在客厦上给大家做了 嗯 你们可以试一试 中间缺一个微蓝的话 两端它是通不了的 哦 没有了没有 嗯 这个不行啊 这个必须得知道 哦 要不然通不了 所以说叫做所有交换机必须知道所有为蓝 哦 这是他端道端为蓝的一个缺点 嗯 另外一个 Broncast的message flow到all switches 广播到所有了 是不是 广播怎么样啊 我这一广播 是不是所有交换机都说了 对 对吧 这正常广播还好 一个玩两个玩就过去了 嗯 要一场的广播 广播是不是就糟糕了 嗯 是啊 对吧 另外一个 川坡书庭 未必 challenging 排座可能会怎么样啊 是成为一个挑战性的工作 哦 你像这种 如果有一个人坏了 发广播风暴 嗯 你看 是不是影响到这一个汇聚层 对 甚至有可能这个交换机都影响不了 对 我是不是很容易进行定位 是的 很容易把它抓出来吧 嗯 如果这有一个机器坏了 发一些广播 嗯 这是不是糟糕了 上哪找去 三档楼全这种模样 对 挨个地儿你去找去吧 是不是一十万块都找不出来 是的 对吧 当然了你说我对网络情况特别熟 就may be challenging了 是不是 我在这工作十年了 是不是 哪个网线有多长我多 我都记得清清楚 是吧 哪个口是什么IP地址 我记得非常清楚 嗯 那这样的时候可能还会变为好一点 对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这是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一个挑战呢 是 是不是 不 我们没有说你一定玩不成 是不是 挑战你一下 是吧 好了 那么对于本地微蓝来说 嗯 那么第一个 它的设计是一个什么呀 可扩展性的设计 哦 明白 你看 比如我再新盖一栋楼 嗯 我再加一个汇聚层 那就加一个就行了 就加一个就行了 嗯 你创建微蓝多少 说31 32 32 33就行了 对 这些微蓝需要 对在原始的这些网络中创建吗 嗯 不需要 不需要吧 因为有三层 是不是用路由来通信就可以了 是的 对吧 这是一个口课的 这个你要再扩展一栋楼 是不是就糟糕了 嗯 你再创建几个微蓝 所有交往 你是不是要配一遍了 对 对吧 比较痛苦 是 比较痛苦 这是第一个 那么它的可扩展能力 是不是比较强 对吧 对吧 第二个 刚才说的排塑是一个挑战 这里就说排塑怎么样啊 容易 是不是比较简单 嗯 非常容易定位 是啊 是吧 一下就定位就定本了 是不是 非常容易定位 那么再有一个 那么数据 那么流怎么样 那么它是可以预见的 数据的流量是可以预见的 因为我们怎么样 微蓝是不是分的就特别细 对 我们可以很灵活的对这些流量怎么样 是不是进行统计 是啊 对不对 我统计好 有统计有数据 有底层数据了 我是不是可以预判 对 对吧 我们说每一个 这个这个我公司有多少人 大家的每天的工作量是多少啊 大家都上网做些什么事 是 是不是 突然我们这栋楼里边新增加了一些员工 我是不是可以预见这个流量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增长增长性 嗯 对对不对 另外一个我们在部署一些冗余线的时候也会变得非常容易 明白了 因为我可以 如果你看我的建筑我的楼再多的时候 我是不是很非常容易设计一个核心层 是的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我的可扩览性也得到了体现 对不对 冗余能力是不是也更好的实现 嗯 是吧 好了 那么当然了他有一些 他也有也不是完美不缺的 他的也有一些弱点 是不是 嗯 第一个怎么样啊 那么 呃 Mall Routing Device 他需要怎么样 是不是更多的三层设备 嗯 是的 这个便宜啊 我都用都用2960就全搞定了 哦 是不是 那这里边我就得买一些什么呀 说3560 嗯 或者是4500的一些更高级的交换机 是的 对吧 那么当然了可能在我们网络十几年以前的时候 买一个三层交换机啊 还很贵 哦 那个时候人们觉得买一个三层交换机是一个挑战 现在买一个三层交换机可能最便宜的 几千块钱就搞定了 明白 哎 那么这已经怎么样 不算太大的挑战了 嗯 是吧 哎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一点我觉得还好 嗯 还好 对于现代网络来说还好 都便宜了 哎 便宜了 是不是 另外一个 那么优色 怎么用户 那么在相同的广播域 怎么样啊 嗯 只有在他们的地理位置相同的时候才能在同一广播域 哦 是吧 虽然他们权限可能是一样的 对 但是只有在相相同的 哎 那么地域的时候 那么他们相同地理位置的时候 他们在同一广播域里 嗯 那么也就是说有一些非常传统的一些必须需要广播来支持的一些应用 嗯 那可能在这里边怎么样 说就未必就这么适合了 对 对吧 嗯 当然离开广播不能工作的应用 好像也比较少 嗯 很难想像哪个广播 哪个应用离开广播就不能运行了 不在同一广播就跑不去来了 哦 是 是吧 对 那么好像我们日常的应用好像没有 对 目前来说 其实我们最简单的那个共享网络就是我们共享文件夹 嗯 其实在不同的网段也是可以实现的 对 对吧 好了 那么这里也说了 那么这个端道端道围栏这种设计的模型 那么它在什么时候比较合适用呢 说网络的流量啊符合8020规则的时候 哎 这个这个时候比较适合适用 嗯 这个8020是个什么样的 哎 那8020怎么样 那么就对应的是2080规则 啊 哎 那么就说我们网络啊 那么我们的流量模型 那么有一种叫做8020一种叫做2080两种模型 如果网络的流量模型 它是符合8020规则的话 我们实际上即使在现在网络也可以考虑部署端道单位 哦 哎 那么如果符合2080规则的话 也没有任何可以考虑 就必须部署这个本地为难 嗯 那什么叫8020 什么叫2080呢 前面这个80指的是本地流量 本地流量啊 后边这个流量表示什么呀 是不是三层访问的流量啊 就是二层流量三层流量 哦 明白 比如说我们的网络营业都是都是什么呀 说同一个工作组之间共享一个文件 嗯 是不是 大家也不需要访问什么服务器 也不需要开什么视频会议 对 总之就是一个共享文件 嗯 你拼我一下 我给你丢一个数据包 嗯 就是这种应用的话 以这种应用为主 是吧 那我们就可以考虑部署什么呀 端道端道为难 对 反正总之大家就举举网互相传文件 大家在举举网里边跑 是 是吧 可以考虑 那么如果我们网络流量的模型 是80%都是怎么样 是不是三层的访问 嗯 都需要出去 比如说大家都访问一个 集中的访问一个服务器 对 集中的上互联网 那么这种环境 我们怎么样 就要部署本地为了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就说完了 我们网络的早期 怎么样 是不是应用比较少呀 是 就是大家发放在这谜谜 是不是 不知道可能有些 有些有些同学都没见过那次谜谜的 接触比较晚的 是不是 发放在这谜谜谜 共享一下传送文件 嗯 都是这种应用 说我上个互联网 在很早的时候上个互联网 还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哦 我只有一个买了一个 家里买了一个猫 嗯 我要拨号 啊 拨号我还要交钱 对 怎么交钱 是不是按分钟来记啊 嗯 一分钟多少钱 是 上一会儿吧 我好心疼啊 是不是 还没下载出来几个文件 嗯 为啥 因为那时候网速怎么样 太慢了 是不是太慢了 嗯 对啊 我看了一个网页 里边基本上都是文字 嗯 是不是 对 哎 那么在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 我们的流量怎么样 大家都在局域网 是 是不是 玩一些游戏 也都是局域网的一些游戏 嗯 是不是 哎 那么那个年代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样 是不是都是符合8020规则 对 大家都在内网玩 是 我想在互联网 玩一些高级的东西 第一个网速也不支持 嗯 是吧 第二个 即使你一个人网速高 大家网速都低 你是不是也没法玩 是 对不对 还没有像现在说 我在网上看一些电影啊 是不是 没有这服务 嗯 当年 看电影 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好 即使那个年代已经有网了 看电影 大家恐怕还得去购买光盘 啊 是不是 嗯 没办法 你要 那个年代要是下载一部电影 那可是太恐怖的事情了 嗯 你下载了 一个 这个10天 20天的 恐怕也下载不下了 一个电影 哦 是不是 是 尤其现在都高清 嗯 那么现在的应用就不是了 现在第一个网速怎么样 网速问题是不是基本上解决了 嗯 网速挺快了 是的 是不是 我们都是一些什么呀 什么视频会议呀 是不是 音频呢 打一些电话呀 是不是 对 都是一些所谓的 我们前面讲过叫做BS或者CS架构的应用 嗯 说大家都访问服务器 对 对吧 那么这种环境下 我们都 这种业务模型 决定了我们微烂的什么呀 是不是部署方式 是 没有了 没有 嗯 就是说我们部署网络 那么一定要考虑到是不是业务的情况 对 对吧 我们现在的业务都是CS或者BS架构了 那么都都怎么样啊 是不是都是8020规则的 对 这种模式来运行的 那我们部署微烂当然就要考虑什么呀 说本地微烂 对 明白了吧 对 就是说 为什么时候部署本地微烂 什么时候部署这个端道端微烂 嗯 对吧 我们也说了 为啥现在司科推荐这个 是因为我们为啥司科现在推荐本地微烂 是因为我们 这是由于我们 说实际业务决定的 对 对吧 业务决定的流量 流量决定了我们如何来部署 哦 明白这个关系了吗 明白了 嗯 好了 那我们想想部署一个端道端微烂的话 是不是 嗯 那我们到底 呃 怎么做呢 我们只有哪些任务呢 可能我们恩义的时候讲了 啊 讲了之后大家命令都很熟 是不是 都会配了 那我们如何有没有一个就是整体的一个考虑 嗯 是吧 那么整体我们如何来考虑呢 第一个 我们首先要考虑说我们部署一个呃 呃 员区网的时候 嗯 首先考虑第一个我们需要多少个子网呢 哦 是不是 小明现在我们咱俩咱俩分析一下 嗯 我们部署一个员区网 做做一个大的企业网的时候 我们需要哪些微烂呢 需要多少个微烂 是不是 对 我们要数一数 嗯 是吧 比如说 嗯 我们有一些 部门 部门 对 是不是啊 每一个部门怎么样 是要分一个微烂呢 是的 分一个子网 嗯 是不是 对 哎 那么当然了 我们其实我们这个部门这块考虑 其实还有一种考虑 嗯 哎 你说有没有可能我们一个财务部或者人力资源部 嗯 说人力资源部有一部分人在这个楼办公 也在这个楼办公 还有一部分人在这个楼办公 嗯 按照目前的企业 没有 说几乎就没有这样的 对 说人力资源部啊 你要找人力 人力去去去去三号楼三号楼四层 人力都在那办公了 是啊 是不是 嗯 那么适合哪 你看 人力是不是都在这办公了 嗯 对 很少这样的 嗯 是不是 都是在非常早期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 嗯 对啊 我们现在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 是不是 哎 那么基本上我们按照部门 我们也不用想 老师那部门的话 万一万一这也有那也有怎么办 嗯 很少这种零散 对不对 对 零散 啊 那么即使有个别的零散 我们多分几个子网是不是也够了 是的 对不对 第一个就是看我们的实际业务 对不对 业务部门人员怎么分 那么第二个我们还要考虑怎么样 除了我们人员上网以外 有没有一些 是不是音频的一些应用 对 有没有一些无线的应用 嗯 对吧 音频和无线是不是也要单独划分出 一部分微烂出来 是啊 对吧 就是人 哎 那么应用 嗯 对吧 还有什么呀 我说还要考虑到我们 网络中有这么多应用了 就要有什么呀 相应的 服务器吧 对服务器啊 是吧 那么相应的服务器 那我们的服务器是不是要单独给它换分一个微烂 嗯 是的 对吧 或者是可能我们服务比较多的话 一个微烂还不够 嗯 是不是也有可能 对 对不对 我们服务器需要多少个微烂 对吧 嗯 那么还有我们二层交换机 我们是不是还有管理微烂 小明 嗯 那时候咱听说过吧 听说过 对吧 我们配了管理微烂 我就可以管理它了 是不是 对 哎 我们管理 就每一个汇聚层 下面那些二层交换机 我是不是都需要一个管理微烂 是 每一个微烂怎么样 每一个管理烂是不是也需要一个IP的资网 嗯 对 对不对 是 我们IP地址规划的角度来说 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其他考虑 比如说 我们设备是不是需要有一些环回接口 嗯 环回接口是不是也需要IP地址 对 对不对 当然资网我们可能做简单一点 做成32倍的资网 嗯 但是IP地址是不是也是需要的 是的 对不对 我们要给它画一个IP地址的范围 嗯 对不对 对 这是IP层面的考虑 啊 对吧 好了 你看我们IP层我们知道了有那么多IP 有那么多资网 有那么多微烂了 对 那我们要知道 那么多微烂 不是我要给它分配号码啊 嗯 是的 对啊 我要起一个名字的话 是不是我就更好区分了 以后管理就更好管理了 是啊 是不是 每一个微烂到底有哪些成员呢 嗯 是不是 对 那这些成员在哪呢 在哪个楼呢 在哪个交换机上呢 对 是不是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是的 对不对 这些我们要进行收集详细的数据 同时把它write down 是不是把它写下来 是的 形成我们的文档 嗯 是不是实时的文档 对 那么同时呢 我们要知道 哪一个微烂 你看 这么多微烂 是不是分配哪些个资网 是不是资网和微烂有对应关系 对 对不对 哪一个微烂 我们可以列一个表 是不是 有哪些 哪一个微烂 在哪一个交换机上 嗯 然后哪些成员 是不是 它的IPD是多少 资网是多少 网关是多少 是不是这些参数 我要一个详细的一个实时的一个表格 是的 对不对 最终我们要考虑 当然了 要考虑什么呀 是不是本地微烂的部署方式 嗯 对 很少去部署这种端道端道微烂 是 对吧 对 那么最终呢 我们微车 外一子一吃微烂 逆逆的 你看到 就哪个微烂 是不是在哪个交换机上 是 对不对 微烂是怎么分配呢 是静态分配还是动态分配 哦 是吧 当然我们大部分企业会选择一个静态的手工分配方式 嗯 也有一部分企业啊 会选择一个动态分配微烂 哦 就是我墙上的接口啊 是共用的 嗯 谁来都行 这样了 那不同的人来 接上不同的电脑 那么会把它自动的分配到不同的微烂里边去 嗯 会有这样的一些一些办法 哦 还可以就这样吗 对 比如说可以基于每个人的笔记本 嗯 它的麦克地址 进行划分 进行划分 嗯 也可以基于它的IP地址 我就收到这个IP 我移动到哪 我都在这个微烂里 嗯 也可以 是 甚至我可以基于一些身份验证 嗯 你插上电脑 我就给你提示 弹出一个对话话 让你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对 你输对了的话 你就进入相应的微烂 嗯 输错了 对不起 你访问不了 明白 这也可以 这都是一些动态微烂的部署方式 嗯 我们实际工程中也有用的 明白 当然工程中要是用的话 我做过几个项目 用都是用的 我刚才最后说的这种身份认证的方式 哦 很少继续IP地址 麦克地址 嗯 IP地址和麦克地址 对人来说是不是太容易仿造 是 是不是 嗯 太容易仿造了 另外一个 那么除了微烂的分配方式以外 我们还要考虑什么呀 说Tranc如何来分 如何来做呀 嗯 哪些电动上要启用Tranc 对 是不是 Tranc里边要放行哪些微烂 是 对吧 哎 那么最终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VTP 嗯 VTP要注意啊 这个可能跟我们A讲的就不一样了 啊 我们A那时候讲VTP怎么样 是又怎么如何配置 是 有哪些好处是不是 对 这里说的是什么 叫做NOT recommended 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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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在企业网里边现在不推荐使用VTP 嗯 不推荐使用VTP 啊 就是我们现在企业网是不推荐的 VTP也有一些 啊 它的本身的一些弱点 明白了 哎 那我们后边会与大家来进行介绍 那么最终怎么样 说创建一个完整的 说是一个规划 对 对不对 把它都写下来 嗯 那么我们要形成纸面化 文档化 明白了 来文档化 这样我们实施的时候 就会变得非常的呃 调理非常的清楚 嗯 非常的清晰 好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继续一会儿继续介绍我们的这个VM的内容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